注意看 女孩将脚丫子举起 想要为自己盯上副内增膏 鞋匠听着都怀疑自己耳朵 听说过给马给驴定掌 没听说过 这还给脚丫子 沾鞋掌呢 但你有不过女孩 师父只好刷上胶水开干 一段时间后 鞋掌就这样牢牢的粘在了女孩脚底 再把鞋子穿好 史上最早的内增膏就此作成 女孩名叫耿耿 原来她这样做的目的 都是为了通过警察考试 因为一旦考证 每个月就六块大洋 我就是 这女人都吃着黄粮 可不是嘛 我一个月累死那伯拉车呀 也挣不到六块大洋了 但这种好事肯定是僧多周少 上至七十岁老太太 下至二十岁黄花大大大闺女 全都过来变成 你也是来报名的 对啊 不行 为什么 你们俩太胖了 胖怎么了 我可以把坏人压死 但是韩玄就筛掉了仪大群 而看起来并不特殊的港口 能在她本中突一回出吗 紧接着是第二关 两身高 看到有人因身高不足 故意抬脚而被淘汰 耿耿顿时慌得不行 因为她也海拔不行了 于是悄悄想好一条计策 来到修鞋掌的师傅这儿 要到汉双鞋掌上去 鞋匠虽然从未听过这种要求 但最后还是妥协 将鞋掌站满胶水 对着脚丫子就粘了上去 穿上鞋子后 瞬间就成了服 史上最早的内增高 可就在临走时 两大汉击负一个弱女子 正巧被耿耿撞肩 正一感爆棚的她立马拦上去 但没两下功夫 就被对方掐着脖子 直接被扔了出来 不服的耿耿还想再杀 但明显对方不吃这套 想要让女孩吃吃苦头 而就在这时 背后居然又把枪 抵住了耿耿的脑袋 此人自称是强哥 是流氓的龙头老大 好在强哥并未和耿耿一般见识 但通过这次经历 女孩更加坚定当警察的强法 马不停蹄地赶到选拔现场 可由于耽误了太长时间 招聘会已经截职 好在耿耿几个灰蜜 强行硬朗 评委这才愿意再给自己机会 而穿上内针高的耿耿 自然就轻易地通过了面试 可他并不知道 接下来等他的 可并不是啥舒服日子 才第一天 耿耿就被教官的水滋行 这就是洗碗的代价 吓得他匆匆收拾 就去了训练场 而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耿耿简直是和教官作对 不仅左右转弯能顺拐 他沙包时刚一拳垂过去 就立马被反弹回来 砸中脑袋 教官看得是直摇头 接下来是测利剑 别的学员 好得能扔个差不多的位置 可画风一到耿耿着 小榴弹就直接奔向队长脑袋 对不起 是我没砸转 你还没砸转 你砸得已经很准了 尽管成绩很差 但耿耿始终坚信 勤能不足 每天都要留下了加烈 渐渐地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很快就到了耿耿的用务之地 几天后的金海岸汇佐里 将有场巨额的毒品交易 交易双方 有经验老道的毒枭昆岩 但更可怕的是 是这个号称为强哥的男人 最近几起贩毒案 都跟他有很大关联 耿耿定睛一看 居然是上次拿枪要杀自己的人 所以说呀 真是冤家落宅 但其实这强哥并不是坏人 之所以大批量购买毒品 是为了集中销毁 不让他被国人所用 随着探案的深入 耿耿始终会发现这一秘密 接下来他该做何行动呢